用这个配色暖镜的工程师的工程程 下面我给大家来演示 配色暖镜的一个操作 在配色之前 首先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视频库 我现在这里有一些 数据部的一个T2包表 我给大家演示整个镜库 我现在做一个 红色的一个T2库 我需要红色的一个色胶 还有一个这个是白色的色胶 以及素质 我现在要按照这个领域 一张各种浓度共和 把一间测量好的 现在进行一个混合 因为这样混得好的 然而现在我们又刮在测试卡上 这样一个T2就完成了 目前只做一个T2 然后我们大致上 需要做六到七个T2 然后其他T2 我们就按着不同的比例 也是同样的一个方法 测量完颜和搅圆 搅圆然后把它刮在测试卡上 让它自然的干 干燥的话大家需要十几分钟 按照不同的一个轮度 做的颜料的一个T2 每一款颜料我做了各体 有黄色红色和蓝色三款 如果不同的客户有不同的颜料 我们都需要这样去做 把T2做完以后 然后我们进入到配色软件里面去 入到配色软件去 就需要用到仪器 让它仪器跟配色软件连接 这款红色的颜料 我需要把它全部给录入 到配色软件中去 用这个是黄色 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输入名字 因为我这个黄色做了有六个T2 那我们先输第一个T2 先秤到第一个 记得在这里备出一号 不然的话 多的话可能会混香 我们下期间iad 非常注意 非常注意 大家在这边 我们下期间的水 咬开 说是 我们下期间的第一个T2 这种是 第一个T4 是 这种水 好 录完以后呢 我们把它全部给保存起来 点击鼠标右键 用当时的一个日期来命名 这边的话 我们把刚刚测的六个颜色全部给选住保存 好 OK 那黄色的就保存成功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4.26的一个目录里面会出现 刚刚这个黄色 OK 那其他的颜色的话 我们都是按照相同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客户端有一些红色黑色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彩色的 我们都按照刚刚这个方法去进行测量 测量的时候需要注意说一定要用不同的颜色 最终的话我们录入数据库的话 会要求记录这个1号 2号 3号 4号 也需要它的一个轮路 我们测量的数据呢 它只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存储 在建立梯度之前 首先我们给这个库命名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的话用自己来决定 可以根据是自己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 例如说 在进梯度库的话 我们第一个梯度的话一定是串进白色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给它命名一个白色 这个白色的浓度对应是这个 因为在我们的进库过程中我们白色只需要做一个 所以这个比例是单独的是一个百分之百的 如果网友我们按下回测 选择KE计算 我们再核实一下 看下公布局限有没有什么异常 好 没有问题 那我们各位报线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库下面会多了一款银料 白色 白色也就是这款银料已经被系统给撕别了 已经完全的录入到配色暖精里面去了 这款白色我们现在来做我们刚刚的这个滑舍 名字的话是游用户自己命名的 我们来做第一个浓度 这个浓度的话是哪来的 就是我们刚刚按照它的一个比例来的 这个比例的话就是我手上这份纸上这有个比例 现在我要把这个比例给输入进去 每次完一个按回测 同样的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白色 因为我们所有的梯度都是这个银料跟白色去混合 当我输入了黄色的一个浓度以后 白色的浓度是上它自己计算的 因为它总共的比例是100 那例如说我现在输入黄色的比例是5 那它计算出来白色的一个比例是95 第一个说完之后我们再输入第二个 把第二个也说进去 这个浓度的话是根据用户实际的一个比例 每入入完一个浓度以后 我们需要按一下回测 然后下面的比例会自动给计算 六个浓度全部录完 我们点一下CAS计算一下 好 然后核实一下 这边的话就是一个梯度数据 接着按保存 OK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银料库下面 我们会多出来两个一个是白色一个黄色 那接下来其他的一些饮料 比如说红黄蓝绿紫色这些饮料的话 我们都是按照这个相同的一个方法去录入 录入完一个以后 饮料名字下面会多出来对应的一个饮料 当所有的饮料都录完以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配色了 可是呢 我们来找一个颜色 CBCC的色卡 找这个应用153的颜色 放一下测量 好 测量和演员这个数据已经同步到配色软件 那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标准 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改名称 这个叫CBCC153 那我们开始选择我们的一个饮料库 现在有了颜色标准 那我们现在开始进行配色了 我们刚刚用的是一个3MH的一个数据库 那我们现在找到这个数据库 这里面有我们刚刚创建的一线 饮料的一个信心 例如说我们现在要配色的话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饮料都给选中 然后接送机自己去配 那我们点击一下计算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是生成了配方 配方的话我们把它给删传 删到这里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配方打药 这个量的不是根据自己 实际打药需要的一个重量 看你是打多少是50倍 我们就输入50点的计算 如果是20的话我们就选择20 这个单位的话也可以 中间的话我们就输入KG 因为我现在做的是一些小量 所以输入KG就好了 好 那我们把这个配方给记录下来 这边的话是一个百分比 那我们实际的一个重量在这个位置 我们把这个重量给抄下来 下面显示白色是5.93 黄色 配色软件给出来配方 我们现在去撑凉 配色软件需要的是黄色 黄色 黄色 素质 那么我们首帅 然后我们让这个重量一个一个去撑凉 好 进来完以后 让我们开始进行混匀 一定要搅拌均匀 搅完均匀以后 我们开始刮在这个车室之上 好 刮完以后 我们就等它自然晾干 或者是用烘干机去烘干 整个干燥过程可能要十几分钟 好 十分钟以后 现在目前这个看表面已经干燥了 那我们可以进行跟标准一样去对比了 刚刚我们的标准一样 是从CDCC里面配了一个1453 这个是颜色 那我们看现在对比一下这个颜色 好 OK 基本上可以接受 今天的配色软件配这个橙色的颜色 我们算是已经基本结束了 就费证明了 因为我们来谈及到它的颜色 感谢您的颜色